大家好,我是小神,当我们开始正式健身的时候,有样东西始终无法烧开,那就是训练计划的制定。 如果你的健身,只是偶尔去拉拉担杠,做做俯卧撑,没有目的,那这种方式,只能叫锻炼。 训练,指的是有目标,有计划的健身练习,只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,才能让我们更巧。 好,今天分享三个,制定健身训练计划比较关键的要素,让我们的训练计划更高效。 一均衡,有效的训练计划要素之一,就是均衡,我们身体是一个整体,对于身体的大肌肉群体,在一个周期内都应该锻炼到。 比如,你是按照肌肉系统划分锻炼的,那么,你的胸,肩,背,腰,腹,腿都要训练到。 训练计划举例,周一练胸,肩膀,跟三头,周二练腿跟腰腹,周三练背跟二头,周四休息,周五练胸,肩膀,跟三头,周六练腿跟腰腹,周日练背跟二头,下周继续来一个循环。 这样的训划是比较均衡的,当然你可以按照你的侧重点,安排针对于你个人的训练计划。 如果你的训练计划是,临续三十天做一百个俯卧称,那这个训划就是失衡的,不是可取的健身计划。 同理,按照力量模式,腿推腦核心,来制定训练模式,也要求均衡。 训练计划制定的第一点要求,就是要均衡,而适当超量。 如果我们每次的训练强度都是一样的,那么,我们的水平只会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。 想要变强,就需要适当超量的训练。 这个通过超量训练变强的方式,叫做超量恢复。 这个量,就是运动总量的意思。 比如,你进阶里引体向上,你做了五组八次。 那么你的训练总量就是,引体向上五组八次。 你想超量,你可以安排多做两组,变成七组八次。 这就是引体向上超量训练。 你也可以做小负重引体,五组八次。 这也是引体向上的超量训练。 每个训练周期,只有不断进行超量训练,我们的身体素质才会逐渐变强。 三,休息恢复。 第三点是也是超量恢复的要求,就是需要安排休息的时间。 肌肉的增长,是在休息的时候发生的。 适当的休息,可以让你下次的训练表现更出色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,均衡要述中练举的训练计划。 周一练胸,肩膀,跟三头,周二练腿跟腰腹,周三练背跟二头,周四休息,周五练胸,肩膀,跟三头,周六练腿跟腰腹,周日练背跟二头,下周继续来一个循环。 我们安排了周四作为休息日,一周六练。 如果你是新手,一周可以安排两天,或者三天作为休息的时间。 总结,训练计划指定的要素,包括动作选择,次数,组数,组间休息,训练频率等因素。 梦中提到的三大要素,主要指出训练计划指定的大致方向。 为什么说每天一百个俯卧撑,坚持三十天这个训练计划不好呢? 第一,不均衡,只练了俯卧撑。 第二,没有超量,每天的运动总量,都是一百个俯卧撑,达不到变强的要求。 第三,没有休息,如果是高手,一百个俯卧撑强度太低,如果是新手,一百个俯卧撑强度太大,没有休息身体会恢复不过来。 所以说,这是一个不好的训练计划,我们在做训练计划的时候,要多看看,你的训练计划,是不是一个好的训练计划? 好的计划,才能让你变强,坏的计划,只会让你的训练徒劳无功。 本期的分享,就到这里了,这里是小神之路,我们下期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